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迷恒是一代名士 满腹经文 这个人呢 非常的狂傲 桀骜不须 一般人他看不上眼 所以他出场自告家门的时候 他念的这个影子 跟这个杨四王就截然不同 出来就带着一种 跟这个世界不友好的那个状态 欲然可待 你感受一下 天宽地阔 论积谋 智广采托 这就是他迷恒的自告家门 他觉得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 可以跟天地对话 可以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时代 贡献自己的智慧 所以他才一腔热血的 去来到丞相府 跟曹大说 丞相咱上 被人历倒 你应该用我 你不用我 是你的损失 他就带着这样的一种 对自己的这种认知 所以他跟其他很多的角色 是不一样的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 所以这个京剧的自告家门 通常都是含在这种 影子和定常诗里面 来出现的 大家通常一听到 这个影子 就知道这个人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自我认知 出现在影子当中 大家记住了吗 自告家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